再来讲那一题,这个可能进销,这个所谓的销货单这一题 所以等一下可以研究一下 那我们可能可以做到就是输入自动化 大概就是这样,比如说这个订单单号不用自己填 它会自己累加的,然后订单这个不用填,因为自己会做到今天日期 只是键数它这个是最速还是集键,天数不一样 如果是普通件是五天,不过我这边设计的话,我会把什么加进来考虑呢 就是如果会遇到礼拜六礼拜天的话,因为礼拜六礼拜天没上班 如果你五天之后,理论上这个21号五天之后,那应该是26才对 可是你会发现,这边出现28,为什么 因为我要把礼拜六礼拜天扣掉,因为没有人啊,你寄到了 比如说五天之后,刚好礼拜天,那你寄来干嘛,没有人跟你收嘛 假如你会有这样的需要的话,该怎么办 如果你会发现,神奇的是,上面看不到公式 OK,所以呢,当然这边等一下会顺便讲说,如何隐藏公式 OK,然后呢,这边可以自动,它会自动你一个下拉清单 它会自动出来,然后客户的话,你可以自动去看你是哪个编号 它会自动帮你把其他的资料给带出来,然后呢,如果你有什么 比如说打电话进来,你要订什么,订完之后的话呢,我就直接选了 其他会自动带,然后数量选完,小记会出来,上面会合计出来 如果说他要乱修改东西,按delete键,资料会保护 也就是除了可以改的地方可以动,其他都不能动 比如说单价可以改,然后我希望你便宜一点,按下去 不行,保护住了 最后做完之后,当然你可能需要什么 类似像那个,把这个订单给记录下来 所以呢,可能需要一个什么,按下新增 它会自动怎么样,帮我把这一笔记录填到这边来 有没有,然后自动怎么样,再把这个单号加一写回去 并且把其他的资料清空嘛,这样不是感觉就是一个 好像我们平常用的一个表单的吗 然后呢,以后你的资料不就也通通在这边了吗 那其实就是一个销货系统 所以你如果想要做的复杂一点,从这边延伸就可以了 它主要可以学到,一,就是隐藏保护公式 二,自动带出其他资料 第三呢,按一下它,不过这个是VBA 它会自动怎么样,单号加一了 资料跑到哪边去呢 跑到这边来了 如果说还有一个,又有客户打电话进来了 我要极键,最速键,那我是编号多少,那我要什么 你把它填一填,按清真 这一笔又清空了,又加一了,对不对 然后又过来了 OK,大概类似这样的流程 如何用刚刚讲的Essale部分完成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 所以请各位先试着把这四个按钮先完成 做完之后的话呢 再看一下销货单那个范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做完之后